新北市中和日前有自行車騎士牽著U-bike過斑馬線 突然竄出了一台造車 發生了小擦撞 有人認為在斑馬線上 造車本來就要離讓 不過也有眼睛的網友發現 在碰撞的前幾秒 牽單車的男子 疑似有把車子往前推 才會造成擦撞 對此警方表示 依照交通法規 造車未離讓 就可以依法開罰 至於牽單車的男子是否刻意為之 則是要砍詐勢 有無提高回損 男子準備牽著U-bike過馬路 沒想到路才過一半 一台造車卻突然衝出來 造車衝過斑馬線 跟單車發生了小擦撞 驚險瞬間 全被判了下來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廣服路的一處上口 影片曝光後引發熱議 因為有人發現牽腳踏車的男子在撞擊瞬間 似乎有把車往前推 斑馬線優先啦 車要停啊 最合理的嘛 以目前來講的話 交錯都要讓了 還很常有 會有受傷 都會有救護出來 附近店家說這路口上下班車流量大 汽機車沒禮讓的事 幾乎今天發生 但網友提醒 行人如果是故意推車衝撞 被提告毀損 是很有可能成立的 汽機車未停讓行人部分 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 可儲新台幣6000元罰還 警方調查照車是租領車目前沒接獲相關報案 但沒禮讓行人 試證明確可開罰 至於牽腳踏車的男子行為是否有過失 則要看租領車有沒有提告 再做後續釐清 記者龐玉 講目語 新北報導